今天野球乾一杯 因為主持人阿強不在 所以由我來代班 乾一杯 沒有啦 主持人 主持人昨天尾牙宿醉 所以睡著啦 野間野球乾一杯 老心邀請到志榮來上節目 大家好 我是劉志榮 塗球蹲到外角 速球塞進了153公里 我有一個手 上次有講到那個 Cole最近簽了一個月 丟一球就一萬美金 握一下 萬一之後弄到的時候 我之前握過丟一萬美金 我去不洗手啦 我等一下去買彩券 對 你知道他的三個教練嗎 廖民雄 王川家 然後 陳鋒明 這三個教練其實都 因為都很有名嘛 然後 廖民雄是 小時候有看他打球的 你沒有看到他那個 以前是棒球王子的時候 還沒還沒 後來就是棒球中年 差不多 然後那個 王川家 我也給他教過 河邊打球的時候 我會來教一下 他大部分都在河邊球 然後那個 陳鋒明 我也喜歡陳鋒明 感覺很好 對 因為後來聽到那個什麼 黃龍衣在床上大便 用陳鋒明幫忙擦 我就覺得 這個人應該是世界上最好的 世界上最棒的人 三個教練 覺得他們是吸收到什麼 還是覺得他們是怎麼樣的 然後你如果講 糟糕的話我們會剪掉 我們會存檔 但是會剪掉 因為在三個不一樣的階段 那你總是大學的 大學是什麼 然後高中是王 專家 然後 國中是陳鋒明教育 都有給我很大的幫助 國中的話 就可能身材比較 不如別人 159 159 159 那時候他們都很高 差不多一百一百七百八 然後自己也很疲 然後常常被髮寫 不用念講 然後就想說要轉隊這樣 髮寫字嗎 對 是後來求是那麼快 是因為這個 沒有 是寫字 寫字 寫字 沒有 我想說我小時候一些很多 我比我算少 我發現比較快 很多 你的很多 所以球數就插在這裡 看完這個節目 所有年輕偷走 每個人都開始每天練習寫字 練完球回去開始操東西 高中是 我什麼家家教練 高中的時候覺得他是一個什麼家教練 我家裡還有一件他的衣服 他那時候不要 你又丟他的衣服 你說路邊運到你就別運 不是路邊他們那時候 就是拿他勝的球去哪一發 就是家裡就是公司很分離 就試一下其實對我們選手都很好 球場說很兇 對 就是球場上要求我們就會很嚴格 對 讓你很教練 很好溝通 自己有什麼需求都要跟他講他 因為大學比較多自主的空間 所以大學的時候打球是什麼樣的問題 大學就受傷 大學就受傷 所以大學的主軸是受傷 對 主軸是受傷 國中的主軸是長高 對長高 然後高中的主軸是想出國 想出國 喔高中想出國 你有看過我們的節目嗎 嗯 我們在這節目常常看你學長的玩笑 誰 黃伯龍 我們照照三三開 每一集都開 你把它翻開就有 我們笑這樣其實笑了大概十幾吧 在北海道的那個加油期 可是用客家滑布 他這是客家的人 那看起來是啊 我們都還說什麼北海道之後他打得好 要吃美甘COLO便當 感謝伯龍 我們一直有梗可以用 球場有沒有想看過 這個宗教練 就是在打球的時候比賽 有時候會在他面前這樣看 然後拍照的時候關票 這樣 很強喔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不要 你有看過退役的職棒球員 身材保持很好的 公明怪嗎 好人會好保 好人會好保 不然其他人 就會有落差 講錯話緊張了 緊張了 你現在就是要訪問 然後知道你心裡的動搖 大家很少看到你緊張的樣子 所以你也是住加密站 因為其實我跟文化也蠻熟的 有時候山上的時候很冷出去要穿冒梯 然後下來的時候超冷 人家有沒有擺姿勢 超冷 這個太陽就假的 你有每次看到那個四季大賽 他們都穿那個棒桌套在那邊這樣 很冷 可是有的時候會下雪 我還沒試過下雪多久 我們下次可以訪問波隆 下雪打球 不要 可以分享一下 日本跟美國的雪 有什麼不一樣 可能表面上看起來 一開始先拜想要雪 那時候剛進去的時候 那時候只有在電視上看到他 然後他又很紅這樣 然後又很強 然後那時候第一次報到的時候 就是全部人都要到 然後他又是隊長 我比較晚進去報到 然後我就站在大衣就站前面 我就成敗 然後我就進來 然後我看到 這要集合嘛 我就不講話 然後就這樣 很嚴肅這樣 之後也是 看到他跟他同街的開玩笑 才知道他原來也是 也是 也是蠻 展現給雪姊看 自從自己有什麼好強 就是不管哪一個禮物 就大孤而已啊 沒有他的海報嗎 大孤而已啊 難講嗎 就他而已啦 就這樣 你喜歡他哪個部分 就是對他棒球的製作啊 就跟人家很不一樣 那你知道他是一個很奇怪的人嗎 忘記這樣 好像是他現在賺超級多錢的 大聯盟球員 還是在騎腳踏車 好像有看過那個報道 對報道 我就是很喜歡的東西 新聞報的問他說 他最喜歡的女孩子的代表 嗯 是什麼類型的 他回答 如甜愛菜 如甜愛菜 是一個小朋友 哈哈哈哈 如甜愛菜 他還十歲嗎 這才好 然後現在變大 現在還不錯 他當然會變大 可是他回答的時候 是十歲啊 哈哈 那會期待到 美國去 如果對決的論 會啊 你那時候對決 你那時候對決 你那時候有心態嗎 打國家隊沒有贏過日本 就是想要就是上去就做好自己 應該做得到 那時候 全國都很緊張 有嗎 有啊 全國不緊張的人 全國除了你說 所有人都很緊張好不好 蠻緊張的啦 到後面的時候才一時到一定點 一時到最後的 最後的 最後一個打者是什麼 最後一個 我我喵到大家都站起來 哈哈哈哈 你們在幹嘛 先坐下吧 大家要先拿手機起來啊 對啊 然後後面就很多人 然後就一直拿手機起來拍 嗯 然後最後的打者又很黏 嗯 有時候對打者打很多球 對啊 有點 負面思考 然後被打得很快 然後他就 還好啊 無目的 嗯 對 你那時候比較想三振他還是 想要 趕快解決他 那時候前面五個都三振 那全部都三振好了 嗯 結果第二個沒有打球 算了 哈哈哈哈 放棄了 最後一個解決他球 可是如果對到這種很難纏的時候 你會一直丟直球還是會想要 會配一些邊邊這樣講 邊花錢 可是他如果還是打得到 繼續騙人來注意 就繼續丟給他打 看他會不會打破 要不然太閃了 他可能會保守 我怕丟一丟就下去了 然後保守就被換掉了 不會 我覺得那時候沒有人可以換了 你完蛋 你完蛋教練就放棄了 不是你放棄 是教練教練放棄 我有看到有在準備 對 所以我就 好啦好啦 找一個人去刺激你 那個人很 那個人是總教練的心理戰術 應該不是啦 應該不是 應該是真的在為我的體力造像 U18的時候比較會 U18就是比較沒自信 就是會怕 然後現在打牙籤之後 就沒有管是跳棄 或是怎麼樣 就是不管 就是做好自己該做的 所以U18打完就受傷了 對 那時候很焦慮嗎 有啊一開始很焦慮啊 你不能打球 不能練球 就做重量啊 那時候有考慮說 如果不能好 我就當健身教練 那時候做出心得 沒有 沒有 因為我看到很多放球員到最後 迷上健身 又來越壯 還好 那時候還好 也不是還好會啦 我說還好會 會啊 會啊 那時候就是 會 因為那時候宿舍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又有很多時間 宿舍只有你一個人 因為人家去練習 然後我附近 我會提早回來 那你宿舍幹嘛 沒有 看會認真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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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野球肝肝肝的朋友 請大家訂閱 按小鈴鐺 大家一起來為客家鄉親加油